這一次的開米台風來勢洶洶 尤其在新北市目前的東南方315公里 尤其速度已經販慢 有轉14公里 風勢增強 在我們內陸的陣風會達到10到11 沿海會達到11到13 所以長空也帶來累計一樣一股會500到700米 所以累計一樣非常的高 所以今天我們在黃臺最重要的關鍵時刻 是從下午的2點到明天的中午 這也是台風侵襲 新北市侵襲台灣最重要的一個時刻 所以在這裡除了我們黃臺準備 像我今天來看浮秋橋 最重要是因為浮秋橋耐震能力不足 現在在浮秋橋當中 我們尤其經過0403的大地震之後 我們要補強要做到位以外 更重要 台風來襲的時候 又是我們大潮 我們要沿著這個大潮 要做好黃洪溪跡 以及在強南補鎮當中的施工圍林 狙跡跟柴藥 要能夠固定一起撤離 這個都是做好台風的準備 尤其這一次的台風 帶來新北市在沿海跟山區 因為有強風 那這些強風也帶來的浪高 我們預估最高的浪高 有可能達到15米高 像龍洞的暴潮就會增高1米 這些都是沿著沿海線 會給我們市民朋友 如果你去官浪 去選 這是絕對不允許的 我們從昨天 這兩天就一直在開始 我們大概已經 竊魚了 將近四百多個 我們的市民朋友 如果朋友 市民朋友 如果竊魚不聽 我們一定會 嚴格執行開法 那這部分我已經在昨天 最近再三的 嚴格的要求 在海邊 一定要 讓民眾 不要進到我們公告的管制區 不然我們一切按照規定 嚴格來執行 那在山區裡面 我們也不希望 我們因為已經公告 劃定了管制區 我們還有市民朋友 要到我們山區去登山 這些也嚴格的不允許 因為這一段時間裡面 除了經過 大地震以外 也經過短圍池的強降雨 山坡的這個土地 其實是有崩塌的這個危險 所以我們劃定的 公告區裡面 都是有危險區域 我要在這裡呼籲市民朋友 山區海邊 只要公告管制區 一定嚴格禁止 而且可以嚴格的舉遞 我們希望市民朋友 一定要全力的配合 感謝大家辛苦了 那我剛落地 那還好搶在這個 凱米颱風 那暴風圈要接觸台灣之前 那抵達台灣 那在這個颱風 可能會影響到台中市 那進入台中市之前呢 那希望跟市民同在 那我們一起來守護家園 那我在前天出去的時候 那當時出去前幾個小時 還召開了這個預備會議 那當時的這個氣象顯示說 這個颱風呢是往北走 可能會影響到北部地區 東部地區等等之類 那沒有想到 我在空中的這十幾個小時 那這個氣候變化的很快很快 凱米颱風迅速長大長胖 而且增強 而且它的路線是往南壓 那所以呢是在昨天下午 台灣昨天下午的時間 那我們就收到中央氣象局的資料 顯示說台中有可能會進入暴風圈 所以當我一下飛機看到這個資料以後 那於是立刻召開一個緊急會議 那這個緊急會議我就決定說 再不影響我們這個 拜訪美國的情況之下 由團員 由黃副市長領隊 那留在美國繼續拜訪以外呢 我立刻訂機票 趕回台灣 那還好有訂到機票 所以我其實在美國沒有幾個小時 但是呢 就是希望搶在颱風之前 能夠落地 在關鍵的時刻 跟我們市民家人同在 那這個颱風呢 從剛才我一下來的時候 那謝謝我們的這個 政府市長 還有我們的孫局長 消防局孫局長 有跟我一路上做了一些簡報 那這個颱風呢 目前看起來比較具體的數據 是的確會進入台中 進入中部地區 那所以我現在要趕回台中 我們還要再加強相關的整備工作 謝謝 氣象日估 今天晚上可能達到十幾 然後先去達十三幾 所以明天有沒有機會再放棄 我們都持續關注 所以 今天晚上七點五 我們會再一次 我們會再聽取最新的颱風路徑 相關的雨勢風勢的分析 來遭過去的慣例 晚間八點會對外宣布 隔天是否停班課 那目前了解確實在今天下午開始 我們的風勢雨勢都會增強 剛剛氣象團隊的分析 對於風勢降雨都上休 也就在台北 我們預估接下來的雨勢 在平地累積雨量都可能達到 12小時 累積都達到250 那山區可能都到400 那風勢的部分 在平地可能都來到11級正風 那山區可能到13級 等等這些確實 我們再次的呼籲民眾 今天停班課 盡量減少外出 下午時刻風雨增強 一定要確保自身的安全 那它的暴風圈現在已經逐漸進入 台灣東半部的陸地 那大概在中午下午的時候 整個西半部幾乎是全台灣 都將陸續進入它的暴風圈 那目前它現在是往北的行進 但是預估很快的 它要轉向一個西的偏折 西北溪的一個偏折 然後接近到宜蘭花蓮的外海 那目前預估它是在今天的深夜 會登入南宜蘭到北花蓮這一帶 但是今天深夜前 也就是晚上這段時間 要特別去觀察的是 它是不是在登陸前 會有出現一個放慢速度 甚至滯流打轉的現象 這個在過去的颱風案例 其實不少見 就是還算常見的一個現象 那如果說發生這個現象的話 那對我們整體的影響時程 會稍微有點拉長 那今天深夜它登陸過後 應該是在明天的清晨左右 會從陶珠苗一帶出海 那明天的下半天 我們可能很多陸上警報 就會陸續的解除 但是這時候特別要注意的事情是 它尾巴帶來這個很強烈的西南風 那甚至可以說是西南氣流 會為中南部地區 尤其是中南部的山區 帶來持續性大量的降雨 所以其實這一次首當其衝的地方 雖然是陶珠苗 北北基 跟宜蘭花蓮 但是中南部山區的雨量 是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 那凱米颱風目前在的位置 也就是台灣東方的海面 其實海溫或是大氣條件 都非常適合它發展 那它目前其實颱風眼 已經有明顯可見了 就是算是一個清晰的颱風眼 那也不排除說 在它繼續增強的過程 會給到強烈颱風 就是在今天的下午 有可能會升格成強烈颱風 但是這個還是要看氣象署的認定 雖然說現在台北 是準備要進入暴風圈 但是颱風 它的這個核心雲雨帶 其實還是集中才150公里 到200公里內 這個核心的雲雨帶 那這個核心雲雨帶 如果它會經過的範圍 包含了宜蘭花蓮 北北基這一塊 所以大概在今天傍晚過後 就是雙北地區的風雨 會非常非常的劇烈 所以我們這邊也要提醒說 今天不管是首當其衝的地方 還是中南部 都是在越晚的時候 風雨會越強 目前氣象署的這個風力預報 最大的地方 可能是在基隆東北角 宜蘭的地方 最大陣風可能會到 12到14級 那台北市的話 或者說大台北地區 大概是10到11級 但是過往類似路徑的颱風 在台北曾經也是出現 13、14級的陣風 那在馬路上 你是無法站立的這種陣風 所以其實 大家千萬不能小看這顆颱風 我覺得這顆颱風 是近6、7年來最有感的一顆颱風 那民眾也很關心說 那有可能明天也會再放颱風架嗎 因為如果像你這樣講 會到明天下午的話 那明天下午的時候 其實颱風的暴風圈到明天下午之前 都還是籠罩在西班戶的陸地 那其實颱風架最終還是要看 縣市首長的決策 但是如果說已經有些災害發生 或者說雨量還持續下的話 那縣市首長可能會不一定 按照風力的標準來看 有可能按照雨量的標準 也可以做頂班課的決策 但是整體來說 明天上午的時候 其實西班戶包含北台灣 風雨都還是很大的情況下 可是還是有機會到頂班課條件 台灣動態 車椅子 正確的 在家ните 感谢观看